哦哦哎就是个凉面吗 它能有多好吃 当我刚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被狠狠地打了脸 真香啊 哎呀这个昌吉的卤汁黄面 针针的是给我上了一颗 你看这个面哦 从和面到揉面到拉面 全部都是纯手工的 面特别劲道 非常弹牙 这个口感比起来拌面的拉条子 也是不黄多让 还有这个自己熬制的卤汁 它让过完凉水的黄面 味道变得非常醇厚 满满的卤汁裹着每一根面条 让你在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神话 还有这个芹菜 我觉得真的是点睛之笔 其实我不太喜欢吃芹菜 因为觉得那个味道怪怪的 但是这个卤汁和辣子油 让芹菜变得非常的爽口 特别好吃 不行了不能再说了 我的口水已经快不受控制的滴下来了 哇 哇 哇 吃黄面肯定少不了来几串烤肉 滋滋冒油的烤肉混合着 孜然和辣面子的香味 它让本来略显寡淡的黄面 味道一下子升华了 酱油混合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来个加面老板 这些黄面是10块钱一份 加面免费 经常有朋友给我说不要吃这么多 不要加这么多面 一般吃饭面我就是加上一个面 有时候两个面 在新疆这边是属于正常饭来的 把这个烤肉加到黄面里面尝一下味道咋样 我去这些奶海 这个卤汁的混账 辣子油 这个汤汤的 自从来了汤汁吃了黄面之后就把我不吃芹菜的毛病给治好了 OK吃完了一个黄面加了一份面还有20串烤肉今日消费 80其实本来没打算点这么多烤肉的 但是一想到下次再吃到这么好吃的黄面跟烤肉不知道啥时候了 唉想想就有点悲伤了 OK这期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见 拜拜 希望你们也能早点来尝尝这么好吃的黄面烤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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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